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介绍Google CoLab的使用原理 我是MedaLab的助理,我叫婷慧 首先这份同影片要先感谢一下瑞婷我们之前的成员的协助 那他也为这份同影片提供了非常多很重要很有用的素材 这份同影片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Google CoLab 以及他有哪些特色 最后会带大家一起走过如何去设定还有使用Google CoLab 好,那首先Google CoLab是Google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 它的全名是Google Collaboratory 那我们在这边都简称成Collab就好了 然后呢,它是一个免费的Jupyter Notebook的环境 也就是说任何人你只要有Google的这个账户就可以随意的去使用 好,那Google CoLab呢,它的特色有以下这些 首先呢,它像一般的Jupyter Notebook一样 它可以直接创新的档案 它也可以从旧有的档案直接上传去跑 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就像Google其他的share document一样 它是可以去分享的 再来是呢,Google CoLab它可以 你可以从网络上其他的资源去import人家已经写好的Notebook 直接去做操作 然后当然它最主要的功能就如同Jupyter Notebook一样 它是可以去刨 可以去刨可以去跑Python的程式 再来是如同Notebook一样 它有你可以在上面记录一些你的文件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在这边还可以支援数学方程式的显示 好,再来是最重要的是它这边还提供了免费的GPU的云端服务 所以说如果你有你想要跑一些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实验的话 在这边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好,那我们这边就来带大家跑过一次如何去设置Google CoLab 接下来后半段我们会投影片跟电脑画面两边来回切换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画面是我自己已经登录的Google账号 那你可以输入刚刚投影片上面的网址 或者是直接在那边搜寻Colab 点第一个连结就会是直接进到Google CoLab的Notebook 好,进来之后呢画面就会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们先切回投影片看一下 如同投影片现在会有的画面 那投影片上面截的图是英文版 那因为我的Google,我的Chrome上面是中文版 所以会显示的是中文 那这边也是大家要有登录自己的Google账号 才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功能 接下来呢,你可以自己创造新的Notebook 你也可以从别的地方旧有的地方去开启Notebook或是上传 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些Jubiter Notebook的话 你可以直接上传 我们回到画面这边可以看到 它这边其实网路上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范例 点开呢,它就会秀给你看人家写好的Notebook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Google云端硬碟 这边放的就会是你自己已经存过的 或者是你使用过的Notebook 那你也可以从GitHub的地方直接连接 或者是上传你自己的Notebook 好,那我们这边先什么都不做 直接取消 它这里会附上一个最基本教你如何 如何做Collab的介绍 那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把这些内容自己读一下 然后甚至是直接跑跑看 好 那我们这边这一份影片要带大家做的事情呢 是先直接跑一些最基本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先直接去创一个最新的空白的Notebook 好,那我们同影片画面显示的是英文版 我这边用的是中文版 那就是在档案这个地方选择新增笔记本 好,新增笔记本之后呢 画面长得就会像是这个样子 就会是一个完全空白新的笔记本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说 有了这个Notebook之后呢 有哪些是最基本的操作 你一定要先知道的 首先,就是一份Notebook里面呢 它其实是有两大的元素 一个是code,另外一个是text 那每一个code,每一个text呢 都可以用一个一个的block去区分 首先呢,我们先试试看什么是codeblock codeblock呢,就是会是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方框框 那当你在这边跑程式之后呢 你可以按下这个 很像是一个play的播放键 按下它之后呢,就可以执行这个程式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看一下范例 我们开启一个新的Notebook之后呢 它上面显示的就会是 预设就会是第一个就是一个codeblock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打任何python的程式 好,例如我们就是直接先打一个print看看 打完之后呢,直接按下这个播放键 它就会出现它在旋转 意思就是说它现在正在去执行这一行程式 好,现在程式跑出来了 它就是真的会印出hollow world的这个片段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想要写更多的程式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左上角这个地方按程式码 它就会再送你一个codeblock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两个block之间或是block的下面 就是在你想要增加block的位置 直接按下加上一个程式码 它就会再直接给你一个codeblock 你就可以在这边跑任何你想要跑的程式 好,刚刚讲完了codeblock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textblock 因为Jupyter Notebook的特色是说 它除了跑程式本身以外呢 它还可以去记录一些文字在上面 所以呢,你可以按下textblock 那textblock里面的格式呢 它是支援markdown 有兴趣的人呢 也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markdown这种语法 那markdown的语法呢 就会是如同画面左边这个样子 要打成这种有景之后的格式 那右边显示出来的就会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 好,所以我们简单来做一个示范 我们可以按这边新增一个文字的block 我们也可以在想要的block之间选择加文字 它就会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画面 好,那我就可以打 例如说 打一个标题 接下来我可以打一些内文 例如像这样子 那右边就会显示出你打出来的样子 好,那如果你不熟悉markdown的语法的话 其实上面也有很多比较熟悉的按钮 可以直接帮助你去执行说 你希望这个文字长什么样子 例如我希望它变斜体 我就直接按下斜体 它自动就会帮我伸出在markdown的语法中 该长什么样子 好,跑出来之后呢 我还是要按下执行 这一个block才会变成完整的文字的样子 执行的话呢 除了刚刚说的可以按这个 这个播放键以外呢 还有一个快捷键 那我的电脑是按Shift加Enter 好像Windows或是别的版本 要按Ctrl加Enter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那我按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呈现跑起来的样子 好 接下来呢 它除了刚刚markdown的语法以外 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说 它可以显示数学符号 那写法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有写过Latex的话 那应该是相近的 那这边我就不做额外的示范 好 那以上其实 到刚刚那边 你已经会了基本的几个 Colab Notebook的操作了 接下来呢 我来解说一下额外一些 你可能需要知道的事情 好 首先sidebar呢 就是出现在Colab Notebook 左边一排的东西 那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资讯 例如说 它原本预设的画面 应该会是这个table of contents 那如果是人家写好的Notebook的话 应该会有分各种大标题 或是小标题 那你按下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就可以帮你快速的 找出它的大纲 可以让你快速的找到说 你想要去的哪一个区块 另外还有一个呢 其实可以当成是一个 很快速的Google的方式 它可以在这边 让你快速的寻找 有哪些功能你想要跑 然后它就会帮你搜寻 有哪些程式可以让你参考 可以直接让你去复制 并且执行 再来最后一个呢 就是它的档案 Files Files呢可以让你看到说 你现在跑的这一份Notebook 它的空间 还有它可以读取到哪些档案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一份Notebook 会有的样子 好在这份Notebook的最左边 我点下去呢 就会看到现在的目录 因为我刚刚打了一个title 它就自动把这个title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当作我的大纲 再来是程式嘛 那就是它这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范例 你可以看它上面附的一些范例 你也可以去直接搜寻你想要的功能 最后呢是档案 档案呢就是现在可以读取到的空间的档案 然后在这些东西 当你想要就是写程式要确认路径的时候 其实还有蛮大的帮助 好 再来是running situation 跑的状态 那这个东西呢 刚刚大家在跑程式的时候 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 那这边想要提醒大家说 其实一般我们开启一个Notebook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的画面 应该就会像是同一片这个样子 那它这边会是显示说 就是还没有连线的样子 当你开始跑这个程式 或者是你直接按下这个connect的按钮的时候呢 它才会真正的去启动 然后给你一个空间去跑这一份程式 所以启动之后呢 右上角这个connect 就会变成像下面这个画面 它会同时显示说 你现在跑的这个程式 它有多少rem 还有说词叠的空间有多少 那因为这个都是有限的 像是说你总不能在这个程式里面 大量读写出非常非常多的档案 那这样其实 它空间应该会是不够的 所以呢这边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让你随时监控说 你现在跑的程式 还有多少的空间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的样子 现在这个画面呢 是因为我刚刚已经跑过了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在右上角已经呈现一个rem跟词叠的样子 点进去之后它也可以详细的告诉你说 现在空间的状态 好 那要特别的注意的是说 每当我们把这份notebook关掉之后呢 它会自己把这个执行的程序全部都关闭 也就是说当你下一次打开这份notebook的话呢 它又会呈现是没有在跑的状态 那你就会需要重新再按下contact 或是重新按下跑程式 去让它重新去启动 然后才能跑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也可以按下 恢复原厂设定的执行阶段 它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还没有跑的样子 好 我刚刚按下恢复原厂之后呢 它就会回到重新连线的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我等于把这个notebook 刚刚跑的状态通通都关掉了 那如果这就是相当于当你关掉 再重开这份notebook会出现的画面 所以你想要再跑它的话呢 你就得按下重新连线 它就会显示正在分配 正在连线 并且等到说连线完成之后呢 才会变成一个你可以跑的状态 同时你也会注意到 左边的档案才会再度出现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再跑一次这个程序 另外呢因为我们接下来很多课程 其实都是要带大家去练习或是自己跑跑看 使用深度学习或是其他有很复杂的运算 在很复杂的运算的时候呢 通常就会需要用到GPU 这样跑的速度才不会太慢 那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在notebook里面去做设定 它原本预设的这个跑的形式呢 其实应该是没有GPU的 也就是说只有用CPU在跑 那这个在大家做最基本的练习的时候 其实维持这样子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有需要做到training相关的动作的话 那就会建议你要选择GPU 这样子才跑的比较快 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的执行阶段 我就按下去 中文的话呢叫做变更执行阶段类型 打开来之后呢 本来硬体加速器是没有的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写着GPU 那写着GPU的时候呢 它也会在特别在这边跟你警告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要特别做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CPU就够了 选完之后呢按下储存 它就会换成 它整个就会重新连线 并且连上GPU 就可以用GPU的方式去做运算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Notebook这个整个运行正开启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说你现在有了磁碟空间 所以说当我们想要载入更多data的时候 那些data都会站在这个磁碟的空间上 那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像是磁碟空间不够 或者是说其实你的data其实都放在你的Google Drive 你还要额外把它下载进来 会是还蛮多余的动作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mount就是直接连接到你自己的Google Drive账号去 那用的方法呢就是用绿 就是输入绿色这边这个block的方式 好那我们就实际上来做做看 我们直接在一个程式的block这边输入 好 我们打完之后呢一样是按下投它 这个时候呢它这边就会告诉你说 叫你到这个连接去 那我就点进去 因为它会需要你登入你的账户去做一个认证 那我就在这边登入我自己的账户 好它会需要你合可这些权限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直接从这个notebook去读去 你自己账户里面的档案 然后相对的你也可以从Google Collab里面去 去储存你跑出来的东西到你这个Google Drive里面去 那我就按下允许 允许之后呢它就会提供你一个授权码 它就会跟你说请你复制这种授权码 它这边有一个按钮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 好 按下之后呢就是在这边输入我刚刚的授权码 并且再按下Enter 好 那看到出现这个画面呢就代表是我已经mount成功了 怎么样可以确定我可以mount成功呢 刚刚说到我们这边有这个档案 那我可能先等一下 好 就会发现它这边出现一个这个G Drive的选项 那点进来之后呢有个My Drive 在里面呢就会是我自己 在Google Drive里面的档案了 我就可以很轻易的直接从这边就是可以access到我的档案 好 那以上就是Google Colab的基本介绍 谢谢大家